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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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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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点 大家好 我是老蒋 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网友在我这里订了一个直径1米5的圆桌做餐桌使用的 一直没有合适料给他做 但是既然答应老铁又不能反悔 今天我们只能忍痛把这个大木头给他拒绝下来做一个圆桌给他 等下我们做好再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吧 dom了 3米20克 好 经过我们师傅将近一个小时的努力 终于把这个圆桌切好了 整体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坐在这里感觉非常的霸气 这个尺寸也比较适合家用 因为随着生育政策的改变 可能以后家里生个十个八个小孩 也是比较正常的 那也需要这么大一个餐桌才坐得下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中午休息时间 到下午的时候再把它磨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吧 今天下午来的有点晚 这块板现在已经磨好 上了一变漆了 但是这个油漆干了以后 目前看出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 到时候我们下次做好再看一下 这边是我们这一节聚下来 这里做了一块板 这一块板的话就比较厉害了 长度是6米3长 宽度1米26 这个是只能做一个会议桌使用的 非常的大 目前看起来花纹非常好 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 非常的霸气的一个会议桌 这个做出来的话肯定非常漂亮的 现在叫师傅把它磨一下吧 视频看到这里可能有些网友会提出疑问 好好的一块板为什么要刨掉一层 我相信有一点木工经验的朋友 是可以替我回答这个问题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木头 麻烦给老江点个赞加关注 我会在后面的视频中 再带大家欣赏一下这块板的成品效果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